南区湾里部落多位里长几十位乡亲居民到二人溪北岸海提抗议 多位议员也到场声援 居民痛批船就地猜解会污染海水要当地养客人家怎么办 航港局记政张伯燕表示对船的处理已经开过11次会 因为船体严重毁损无法扶起 船东评估不得已决定就定拆解 交通部同意并要求船东做好拆除时污染防治的作为 抗议乡亲对此说法无法接受 明代要求航港局提出货轮无法拖走的评估报告 11次会议记录 所有疑虑厘清之前暂停施工 张伯燕跟台南市环保局代表同意议员的要求 并允诺28号上午开会协商 在开会之前拆船的作业暂停 这才平息抗议群众的怒火 警广记者威金妮报道